因為第一次拍電影 所以劇本還沒有背好 所以也沒辦法劇透 你知道他會用什麼方法 來讓自己拍一點緊張 就會罵三字經 所以剛剛好 第一次見面就用 想被迎接他這樣 把我的這邊撥開來 大概這個類似這樣 因為第一次拍電影 所以劇本還沒有背好 所以也沒辦法劇透 少來 你就背 你背的最熟 所以在裡面就是 飾演一個比較 就是會大家會幹嘛的 對 就跟個性蠻像的 比較有趣的地方 就是可以近距離 跟明星這樣子合作 所以往後還會繼續走下去嗎 有機會 如果沒有演得太糟糕的話 如果大家都支持的話 就再繼續 會啦會啦 我覺得他就是 新一代的動作巨星 在我眼中 對對對 這個體格 我相信在國內 也沒有幾個演員 比得上這個體格 第一次的戲劇 有點緊張 聽說你好像很緊張 有點緊張 我說現在 對啊 從以前到現在都沒有 那麼睡不好過 就最近都 都比較睡不好 所以以前 比如說投球之前 如果緊張的話 會用什麼方法 來讓自己看一點緊張 就會罵三字經 所以剛剛好 你覺得要罵不少三字經嗎 就是看導演的需求 跟監製 他如果不對 要我講一些我就講 還在學習啦 對 因為以前不罵髒話 所以如果上次前 你剛剛一直罵髒話 不是在罵人 是緊張的 緊張 對 緊張 有沒有可能在電影 然後看你投球呢 不知道 要看導演 丟的可能就不一定是球的 丟的 丟的 我的角色其實他是一個 阿公店的紅牌 應該說小吃部啦 還有一個是 就是我跟他之間的一些 糾葛 真的是蠻刺激的 所以我們今天其實有穿 我們今天其實差了蠻多 就是我們角色 其實我在裡面就差不多這樣 他就是那樣 但可能會有一些 特別的事發生 那尺度方面 因為是紅牌的 所以會看到一些性感的 喔 阿公店是什麼 阿公店是什麼 阿公店是一個水庫 水庫 水庫的 我有去實習耶 就去真正阿公店 然後跟客人唱 你最珍貴 然後客人還跟我交心這樣子 完全就是 就是一日小姐練習 但我沒賺到小費 對 那差點 喔 尺度喔 這邊的布料可能少一點 這邊布料又不見了 然後這邊布料可能也不見了這樣 然後我一看到他 就會沒有布啦 這樣 就可能第一次見到他 我就直接把我的這邊撥開來 大概這個類似這樣 喔 是吧 初次見面就 對 因為還沒拍啊 我不知道會 大概會是這樣子 第一次見面就用 想被迎接他這樣 劉兒的話 感情系比較跟哪一位會比較好 跟這一位啊 可是另外兩位沒有 另外兩位很討厭我 就是我們是這樣的關係 他們兩個蠻不喜歡我 但你喜歡我嗎 一集 真的嗎 一集 謝謝 對 他拍感情系的時候 有跟那一份報備一下嗎 目前沒有 喔 目前沒有 對啊 就去工作 對啊 還好 沒有特別要報備什麼 謝謝 謝謝 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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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歇兵